美国总统初选接近尾声 一个问题摆在眼前 拜登与特朗普谁当选对中国更有利呢 大家好,我是萧嫣华 话不多说,我们直闻主题 从当前消息来看 拜登已经锁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而他的老对手特朗普 只要再赢下两个州 就可以锁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这就意味着今年美国大选 仍然是拜登与特朗普打了一台 在这种背景下 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是拜登连任对中国有利呢 还是特朗普重新当选对中国更有利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个人的见解 首先可以肯定一点 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上台 对中国二言都是有利有弊的 假如拜登继续连任 好处在于拜登政府会延续之前的对华政策 这种模式我们已经摸清了规律 能够应对 并且在过去四年的竞争与合作中 中美政府已经打成一种潜在的默契 至少双方知道对方的底线所在 不会挑战其底线 从这个角度出发 拜登继续连任是有积极作用的 但问题是弊端也很明显 拜登连任后 民主党对华政策就会继续延续 比如半脱钩拉拢各路盟友对中国打压 让北约插手亚太地区 这就意味着对中国的包围圈会一步一步的紧缩 虽然说在这个过程中有时间给我们破局 但如果美国战略一旦成事了 恐怕结果也好不到哪里去 可能会更加的艰难 现在再来说说特朗普 如果是特朗普重新上台 首先可以明确 特朗普对华的战略肯定与拜登不一样 拜登执政期间的对华战略很有可能被推翻 或者有很大一部分会终止暂停 然后执行特朗普的想法 这对中国而言有一部分肯定是好事 因为战略调整需要时间的 并且之前的投入可能要白费了 那么特朗普是怎么想的呢 他代表的是美国本土资产阶级 属于保守派 他的想法是美国优先 以美国利益为核心 拒绝或者减少对国际事务的投入 有人说特朗普的做法是鼓励主义 就是减少盟友不做大哥的角色 只管美国这一摊子的事情 但如果损害到美国利益 那么他就会重拳出击 特朗普执政时期为什么会爆发中美贸易战呢 理由就是特朗普认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 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利益 所以直接开干 因此假如特朗普重新当选以后 中美在商贸利益上冲突会更大 他的做法可能会更加的接近 可能就不是半脱钩而是全脱钩 这对中国经济一定会造成重大影响 除此之外呢 时隔四年特朗普出招没有规律 外界很难把握他的真实想法 并且假如这次特朗普能够重新上台 他就不是政治素人了 共和党建制派以及极端右翼派 都将被他统合到一起 有整个共和党支持 特朗普能干的事情就很多 对中美关系的破坏能力也就会更大 通过上面的分析 无论是特朗普重新当选 还是拜登继续连任 对中国而言都有利有弊 我个人认为 如果能打破拜登与民主党的包围圈 那么拜登继续连任可能会好点 如果不能 我认为特朗普重新上台 更加符合中国的利益 至少他上台以后 第一件事大概率是针对 拜登以及民主党 这口恶气他已经忍了很久了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关注加评论 下期见